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WebCational即时语音字幕 它有支援超过40种语言 可以让OBS教学现场或者是远端的会议 都能拥有即时字幕的功能 关于即时语音字幕的部分 如果我们在线上会议或者是远距教学上面 能够同步出现我们主讲者的即时字幕 其实对于讯息的沟通或是知识的一个传达部分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目前我们的线上会议也好 或教学现场基本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线上会议现在有支援英文、法语、班牙、葡萄语等 这些西欧国家的语系 但是对于繁体中文的支援相对是比较没有的 此外呢在我们观看YouTube直播影片的部分 其实您也会发现 一是只有英文、法语、西班牙语、布达语等这些国家 他们才会有即时语音的字幕 以我目前自己的线上课程 线上延期来说 我最常使用的就是MindViewBoard里面它所提供的即时字幕的功能 目前我找到唯一一个支援繁体中文即时字幕的电子白板的工具 那这个呢也是很多老师上我课程之后会询问的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我的会有即时的字幕 不过目前我们MindViewBoard即时字幕还是属于测试版 而且它也只有给通过培训讲师的这个资格才有开放这个权限 那目前您所看到的在这里 字幕的话呢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萤幕画面的最上面 而且它的样式出现的位置都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其实这个对一般老师来说 您想要使用上也多数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Web基斯语音字幕呢 它有以下的几个特色 基本上不只支援繁体中文 它有支援超过40种语言 而且它在口语化的一个准确度上都蛮高的 很适合拿来我们做教学的辅助字幕也好 或者像我们跟OBS这一类的虚拟摄影盆一起来搭配 接着呢它也可以很方便的去制定我们字幕的样式 对齐的方式出现的位置 像你现在看到我下方这一个就是我们即时字幕的一个呈现 还有呢它注册完账号之后 你的这些设定值都可以帮你自动储存 下次在其他装置登录同账号的时候 设定值就可以同步载入进来 而且呢它也支援我们键盘上的快速键 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设定它 那么目前来讲 它大概有三个使用的限制 首先第一个它是只能用在Google Chrome上面 您没有办法使用Edge FireFast或者是Suffer 那第二个呢您的分页的部分要注意一下 尽量不要把它做一个最小化的动作 不过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个小软体 即使呢您把它摆在其他的这个市场之下 或是最小化之后 其实还是可以像我现在一样 拥有这个即时字幕的出现 第三个使用限制就是目前它只能在电脑上使用 没有办法用在手机或是平板的这些行动装置上 目前呢我想到的Web Cache呢 它的应用情境大概有以下几个 首先你可以搭配我们的OBS虚拟摄影盆 透过即时的序备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我们即时字幕 把它压在我们的这个影像之上 那第二种呢可以跟我刚刚 当作是一个教学现场即时解说的字幕 那我们只要搭配HR Button这类的置顶工具 就可以让这个字幕呢 永远停留在我们所有视窗的最上面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比如说说故事录音 或者是看电子书影片报告 您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就用语音的方式把你的心得把它写下来 那这样子呢我们透过语音的方式 就可以自动产生文字档 Web Cache呢可以把它直接存成 存文字的或者是Word档 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作看看 Web Cache呢怎么样来感生中文字幕 还有把它加入到OBS里面 首先请你先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好之后我们按下 Start Caption 进入之后呢你可以从右下角按一个Setting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做几个设定 第一个就是针对音量的大小声预设 它是做比较高明淡度的 那第二个你可以把静音的时间把它缩短 原本预设我记得是两秒钟 那我想我这边呢就把它设成一秒钟 也就是你静音一秒钟之后 就会把我们的字幕把它清空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变成第一行第二行 这个都很有弹性 那下面的这些快速键呢 您可以自行记住 或者是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的Setting这边 来做设定都可以 那在字幕的呈现方式 因为我现在想要让OBS 比较方便达到去背的效果 所以我进到这边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把文字的颜色设成白色的 然后文字的尺寸目前是2.2的字极大小 那行距呢是1.2 这个是字距我们就用0 再来你可以看到针对英文字的部分 有没有需要把它全部转换成大写 或是首字大写 那这些呢你可以自行调整 在下面呢就是水平的对齐跟垂直对齐的方式 以我们一般在直播或者像这个OBS录影 我们大致上比较会把它放在水平之中 然后字幕会出现在下方 大概是这个设定值 那么最下面这个配顶指的就是 字幕跟底部的这个距离 还有呢我的背景颜色 把它换成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绿幕颜色 另外文字我有帮它加上一个阴影的效果 好一点点的模糊 所以这样子呢在我们去背之后 我们的字幕就会比较OK 那当然语言的部分 你也需要来这边选择 我们要辨识的是台湾的繁体中文 经过这样的设定之后 如果你还有需要设定一些专有的名词 或是可能你有发现比较翻译之后测试过 有些名词比较容易翻错的 可以在这边把它加进来 让它再帮我们做翻译的时候 就可以做修正 如果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按下开始辨识 现在呢你可以先看看 我们这里有阴影的效果 好那文字的呈现 大概会是像这个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 你要进到我们的OBS里面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个功能 我们希望把这个字幕就跳出来 那你就可以搭配 刚刚的快速键里面有一个 在这边 让我们现在的 这个字幕显示在一个新的视窗 所以你只要按下W 再按下N就OK 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视窗 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把这个视窗呢 把它置顶 好 让它浮在我们所有视窗的最上面 待会我们在另外一个萤幕上面 你就会比较方便的让它去使用 现在呢我们搭配一个 以前曾经写过介绍的 Extra Button 这样的免费软体 让我们的视窗 可以拥有置顶的功能 这边呢有安装版 也有免安装版 各位呢 你可以自由的从这篇文章里面 选择从官方下载 或者是直接从我云端硬碟 下载免安装版 都可以 执行之后呢 我们的视窗 你在标题列这边 按滑鼠的右键 就会发现多了好多的这些功能在里面 我们希望它能够拥有置顶的功能 就是在这里 这样子呢 你不管切换到哪一个视窗 它永远都会浮在最上面 好 那我们待会呢 在OBS里面 就是要截取现在这个视窗 那当然我可以把它移到我另外一个萤幕上 好 那我们先试看看 回到这边来 我先把它移到我的另外一个萤幕 那我们在OBS里面 我就可以去截取视窗 找到这一个 现在有了 按确定 好 它已经进到我们的OBS里面来 那待会呢 我们就可以搭配裁切 我按住键盘上的ALT ALT 把我所需要的范围保留下来 接着我们在里面呢 套用去背的滤镜 色度键 色度键 那么预设呢 就是使用绿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 去背之后的效果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在我们 使用OBS的时候呢 就拥有即时的字幕 就拥有即时的字幕 所以使用上其实不会太难 但是它的准确度 其实还是蛮高的 好 这样子的话 你看我再把我的 视讯画面打开 那你就可以把您上课的内容 就把它加入进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使用的情境 跟OBS来做结合 那第二个使用情境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 就是一般的教学辅助 不管老师要做荧幕的录影 或是即时的教学 我们都一样可以把字幕即时显示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就会采用 一般比较常见的 就是字幕的颜色 我可能就比较浅的灰色 甚至你要用白色也可以 但是在背景的部分呢 我就搭配一个黑色的 那它对齐的方式 我就把它改成 除了水平至中 我也希望它垂直是至中 这样我们的字幕呢 就不会像之前这样 比较偏下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现在呢 这一个就是 一样把它独立的四川打开 我按下 开始截取 所以我们现在的字幕的样式 就是这个情形 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把字幕 让它垂直至中 所以说我们这个字幕的四川 可以再稍微把它变小变小 当然如果您觉得一行就够了 我就维持在一行 一个高度就好 那么现在呢 你就可以进到您自己的 上课的教材里面 一样我在这边也搭配 让它永远自顶 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 您就可以有即时的字幕 显示在我们的下方 这是第二种使用的情境 第三种情境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即时语音字幕 当作是一个记录的工具 比如说您要说故事 那我想针对这个文章 那或者呢我想针对影片 报告书籍通通都可以 我在观看的过程 我就可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有个小帮手 可以来帮你把这些东西记录成文字党 虽然我们在看字幕的时候 它只有一行一行 可是呢 其实你回到它的视窗 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文字 其实都还在的 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容保留下来 所以呢 您只要持续的讲解 一直到完全讲完 你再把它做一个停止 当然在这边我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用在这个情境 可能你这个部分 在它设定里面 我们原本是设定一秒钟之后 它会帮我把字幕清掉 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你可能就需要帮你做保留 也就是一秒钟之后 字幕还是继续留着 这样子你所有的东西 就会保留下来 那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对不对 我们在web caption呢 它可以帮我们存成两种格式 一个是存文字 一个是word档 它的快速键在这边 这里 把档案做一个储存 按一个w加上f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字幕保留下来 我先按下停止 按一个w加f 你就会看到这个存档的画面 所以这样其实是不是很方便呢 政府应该能不能够